开局两台越野车四位倒霉选手 虽然要现场化身气球工 从这两辆摩托当中获取材料 来锻造一把具有个人风格的小刀 这事叫爱哈雷人士震怒 锻造要求 刃长在23-28厘米之间 并且武器总长不超过56厘米 第一回合 大伙儿只需要把刀片制作出来 第二回合则要加装手柄 完成作品后 前部组会更据严苛的性能测试结果 来决定各位选手的去留 手人比赛限时3小时 现在开始 几个选手平时最大的爱好 就是宅在家里打铁 既然都是爱人 那对于拆卸越野摩托 自然也没有一点心理负担 一地先占领了前制动盘 打算用它做一把简单的小剁刀 毕竟卷高难技术太容易翻车 唯有平平淡淡才是真 但当他去给制动盘做火花测试 却发现这块材料的含碳量 并不符合自己的期待 一地虽然甘愿当闲鱼 但在原料这一块也有自己的原则 所以他依然返回摩托目的 重新取材 另外几位选手也各取所需 完成了材料的收集 乔纳森取摩托车链条做原料 打算用盒装大马的工艺 锻造一把野营刀 安迪和他选到的材料一致 但他打算做一把反取裂刀 像这样取绿明确而流畅的小刀 会在切割测试中带来不小的优势 而旁边的乔丹看出了这块弹簧钢 独于材料零碎 他也打算做一罐盒装大马 但让人担心的是 没人知道这块弹簧钢外面有没有涂层 如果有的话 那肯定会影响之后钢材的融合 对此我们只能助他好运 目前大伙都拿到了各自的金属罐 完成填装和封层后 把铁罐丢进锻炉 等到加热周期结束 就可以把它拿去塑行了 乔纳森的钢皮最先加热完毕 他先用微型冲床压实金属罐 让内部钢皮融合得更加紧密 再用小工具玻璃外壳准备脱膜 但这一步进行得不太顺利 乔纳森顺先进入焦虑 隔壁的安提就比他从容许多 他知道 对于一块融合紧密的壳们来说 前期脱膜并非是必要步骤 你完全可以先留着这个外壳 直接开始打铁断斗 只要在热处理之前 记得把外部的金属层打磨掉就好 再来看乔丹这边 他这块钢皮的加热非常充分 用压机轻轻一点 钢皮就像奶酪一样被压扁 这样他对之后的工作充满了自信 而另一边的乔纳森还在坚持给钢皮脱膜 不过功夫不负有幸人 这个金属壳还真叫他给扒下来了 但强行剥壳的风险很大 这块钢皮在他手下经历了不少磨难 重新加热后 大量的冷格裂缝就浮现出来 乔纳森只好及时止损 风光火葬了这块钢皮 几乎是同一时刻 刚刚完成脱膜的乔丹也遗憾发现 自己的钢皮没有溶解彻底 内部充满气泡 这下就算他对火候的把握再怎么好 也救不回来了 比赛时间还剩一半 这对难兄难弟携手并退 重返新手村 这时善解人意的一弟 见缝插针 把之前被自己丢掉的制动盘 递给了乔丹 大家还记得吗 这块制动盘之前没有通过火花测试 硬度十分有限 也不知道一弟这是真为他好 还是在害他 但乔丹欣然接受 毕竟手里有快料的话 从比观感司令要好 最后一小时 大伙抓紧时间打铁 安迪全程默默打铁 最先完成了刀片碎火 而乔纳森在这一阶段 展现出了惊人的手术 将这块全新的钢P 迅速断打出了刀形 看来它的基本功还不错 但一弟这边的刀P 却忠道崩俗 越是挑打冒出的裂缝越多 距离比赛结束只剩下44分钟 一弟拿得起放得下 直接放弃这块铁 重新去捡了一块刹车盘 打算在这最后关头 挑战自己的极限 最后几分钟 大火录去完成碎火 乔丹为了让刀刃银化彻底 甚至冒险选择了水翠 可惜这块材料出身不好 发育时间也短 任凭它怎么寄予厚望 最后的摧毁还是表现不佳 乔丹就这样跟着对手们 一起上交刀片 接下来是评委点评环节 安迪的刀焊接水平不错 只是刀片有些扭矩 不过在这个厚度下 这点问题还是很好补救的 乔丹的刀形还算标致 但刚才那个剧烈的水翠 让人质疑刀片的硬化效果 乔纳森的刀形同样美观 手柄也很舒适 总体表现还不错 一地的作品有些潦草 能看出是敢攻之作 但焊接方面没有问题 算是一块普玉 表面功夫做完 品味组还要回到安全屋密谋一下 经过策谋测试 乔丹的刀刃程度果然没有大必要 所以首轮比赛乔丹遗憾出局 来到第二回合 中刀将要修整刀片的遗留问题 然后从节目组的材料室取材 给刀片安装一个刀瓣 本回合依旧限时三小时 比赛继续 安迪首先来到研磨机跟前 通过长时间的打磨 来修复刀片的撬虚问题 接着钻进材料室 经过反复试措 终于找到一块惊刃的笔材 接下来只要把它切分成合适大小 再和刀根粘贴到一起 敲几颗削钉进去固定 等焦水干透后 就可以打磨塑行了 可是在磨刀开刃期间 刀尖突然暴入出一条裂缝 倒计时所剩不多 它必须小心处理 一地这边也是刚刚从善如流 送走了一位竞争对手 心里还有点兴兴 但表面不动神色 继续干活 它的刀片轮廓不太规则 同样需要研磨调整 完成这一步后 再来到材料时 从上百种饼材中精挑细选 找出一块兼工耐用的米卡塔材料 把它先粘合在组中 最后只上收尾工作 陶纳森这边的刀片没有什么大问题 所以他直接去加工饼材 安装手柄 把饼材和刀根敲打到严丝和缝 再把它磨成适合手握的形状 就可以去抛光刀片 把刀刃磨锋利 最后再微调一下细节 直到主持人叫停比赛 就可以交出成品武器 迎接实战测试了 首先来到大力文主持的强度测试 安迪第一个准备 他这把刀的配色十分富有童心 看来要提前祝大家儿童节快乐了 武器结构十分稳固 没有崩溃的趋势 但是刀刃出现了几个明显的小缺口 刀把还稍微有点帮 握着有点磕手 下面轮到乔纳森了 他的刀造型简朴 但细节除了打磨都很精致 期待他的表现 这把刀的手柄 用本格的话来说就是 不仅如此 刀刃还保持了相当程度的完整 哥们表现不错 接下来看一滴的刀 这凌厉的外形 和他最初构想的那把小砍刀 可谓是鱼泥之扁 几下中期过后 刀片只出现一个小缺口 大力文表示很满意 接下来进入锋利度测试 够个上场 首先拿起安迪的刀 摩托和光电光龙现身 证实了这把刀的切割能力 虽然部分切口有毛边 但刀刃大部分还是锋利的 我们再来看下一位的表现 这把刀的切割要顺畅许多 所以无需质疑 之后来看看一滴的表现如何 这个刀柄是很舒适的 但刀刃切割不够深入 和安迪的表现差不多 经过两轮性能测试 可以看出安迪和一滴的武器 是均力敌 但成败关键在于细节 安迪的刀片在强度测试中 受损最为严重 刀柄也是最不贴合手型的 所以本回合安迪遗憾出局 乔纳森和一滴成功竞技决赛 在这里 等待就要他们的题目 是一副历史悠久的兵器 运动双手剑 它出现于17世纪 刀片双面开刃 刀柄配有三个黄虫球 用来平衡刀具重量 武器最长可达到1.5米左右 使用者必须双手持我 才能做到精准打击 断刀要求 各部位行制需要还原 刀片介于76到81厘米之间 手柄不能超过46厘米 另外 折马武器的重量不能超过6.6磅 也就是2.9公斤 每人有5天时间完成挑战 刀将们继续加油吧 第一天 乔纳森重返自家车间 立刻用割锯齐鸽钢材 开始断打刀片形状 由于刀片尺寸较大 要是靠机器断打 难免会把控不好细节 所以小伙只能手握大铁锤 撸洗袖子 拼命干 等到第一天时间结束 太盈类的精疲力竭 隔壁一滴的端造工坊 与大自然相比 景色和通风效果都是相当不错 但老头开局不利 刚要打开饼碗罐 就发现拔门老挂 有泄漏的风险 为了自身的安全 他只好推而求其次 点起了老师梅如 用它来驾扰刀皮 而由于梅如的火候太过旺盛 他在打铁期间也是困难重重 老头忍不住怀疑 自己真的能顺利完成挑战吗 到了第三天 乔大森完成刀片碎火 开始研磨黄铜球 中途一个手滑 不小心摔碎了一个球 刚把这个裂缝汗似 另一头却又开裂 简直太搞人心态 另一边 EB也是进度堪忧 忙活了一大天 总算在当天晚上 搞完了热处理 可惜刀片不够蒸汽 刚出锅就发生了弯曲 冒险再做一次摧火之后 才勉强有所改善 不知不觉 决赛就到了最后一天 乔大森刚把双手剑组装好 就像趁热试试他的威力 另一边的EP 也刚完成收尾工作 把最后一个铜球安装上去 再加热饼角 板向锁定 然后在手柄上面搞点皮革编织 增加起防滑性 就可以返回决赛现场 和对手碰一碰了 正式测试之前 赵丽先来看看两把剑的外观 乔纳森的双手剑 致实标准 到包还有皮革包裹 看着手感就不错 EB的武器打磨更加明亮 但热处理造成的刀剑扭曲 没有处理干净 对于这个问题 一定没有过多解释 毕竟我都穿猫咪皮靴筛了 你就嚷嚷我吧 那么接下来就进入杀戮测试 看看两把剑的真本事吧 乔纳森先准备 这把剑非常的锋利 重量平衡也是相当不错 毫无疑问 可以通过测试 接着来看EB的表现 这把刀质量偏重 拿在手中比较难操控 但杀戮效果还是很够看的 狗哥表示满意 接下来是强度测试 这一次EB线上 这把刀足够结实 整体结构支撑良好 只是刀片出现轻微磨碎 手柄握着稍微有点欢 下面轮到乔纳森 两把剑的表现不像上下 比赛逐渐陷入胶着 不知道接下来的锋利度测试 能否将二人的差距拉开呢 叫纳森准备 这把剑的锋利度 和切割精度都不错 平看起来也不算费力 表现不错 最后轮到EB 这把刀由于太重 而且重心靠前 相对就不那么好控制了 虽然刀片够锋利 但配重上的小瑕疵 的确让它差了一点点 所以EB遗憾之不于此 最后我们恭喜乔纳森 获得本期比赛冠军